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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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謝弟兄姐妹 我們一起去讀經的時間 今天的經文也是長的 大家都很有耐性去讀完 很開心 先說一聲早晨 今天又可以在這裡證道 我們先有一個祈禱 親愛天父,多謝你給今天的早晨 我們仍然有生命有氣息 我們去敬拜服侍你 主有感恩 你真的讓我們在疫情當中 我們仍然可以聚責 父神,待會我們有思想你話語的時間 求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有一課專業的心去聆聽 並且我們聽道而行道 祈禱也是保守我們 我們感恩討告 奉耶穌基多無得聖之名 祈禱 阿門 今天我的講題 又回到我的講道系列 就是講信仰的傳承 今天我會講 哈拿和薩姆爾的故事 主要就是講哈拿 開始的時間 首先講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聖經的 就是在搞歷史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一位很傑出的目者 和神學家 你會看到圖裡面那個 他就是主後四世紀的一個主教 就是叫奧古斯丁 其實他也挺有名的 我想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聽過他的名字 他的著作 即是四世紀 就是一千多年前的人 但是他流傳下來的著作 因為基督教也是一個經典的神學作品 他對基督教教義的詮釋 一直影響教會 影響到今天也是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 可能不多不少也看過他的作品 特別是《懺悔錄》 可能大家在靈修的時候 都會看過一兩句 但是一個這麼偉身 是一個這麼熟靈的目者 和一個神學家 他在他人生裡 其實有一段時間 其實他是不信主的 他年輕的時候 他是信奉當時一個其中一個異教 就是摩尼教 並且沉迷那些占卜 聖相術 這就是年輕的時候的狀態 他十次是用一個摩尼教的信仰 和他身邊的人去辯論 去反對基督的信仰 不僅如此 他年輕的時候生活都很荒唐 十六歲就和一個女子同居 然後生了兩個私生子 接著就受了很多情慾驅使 和不同的婦女都有曖昧的關係 這就是他年輕的時候的生活 和他後來教會教父和神學家的身份 其實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反差 奧古斯丁的人生 他如何由一個不信 一個放蕩的人生 可以說是180度的轉變 成為一個教會歷史裡面 一個這麼重要的教師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媽媽 就是叫莫尼加 就是Monica 他的母親Monica 是一個很敬虔的基督徒 他知道自己的兒子的情況 他就感到十分憂慮 然後就長年累月地為這個兒子 去流淚討告 盼望這個兒子可以回轉 成為一個基督徒 中間很多的片段是反反覆覆 一直受到這個兒子的駁斥頂嘴 因為這個兒子其實也很聰明 他駁嘴很厲害 過程是很痛苦 但是這十幾年來 這個母親一直都沒有放棄 一直到奧古斯丁33歲 這個母親終於看到奧古斯丁 受到神的管教 然後就回轉受洗 成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敬虔的母親 如何用他的祈禱去表達 他那份的愛 如何去感動他的孩子 歸回到神 可能弟兄姊妹都會聽過這個故事 但是為什麼我要在隱言的時候 去講一下奧古斯丁呢? 主要是 這是一個很實在的例子 在信仰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母親的影響力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所看的人物 哈拿 是很相似的 哈拿的兒子 薩姆爾 可能是沒有奧古斯丁 有一個反叛期 但是哈拿所活出那份敬虔 那份討告的內心 也是很值得我們學習 特別在我們在教裡面 我們講信仰的承傳 哈拿的經歷 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教導 我們看哈拿的故事 我們要有一個焦點就是 他這個不是求子成功的故事 其實他的故事是講的是一個尋常的家庭 他如何去活出他的信仰 甚至他的信仰 是可以影響他的下一代 我們首先看 薩姆爾記上一章一到十一節 如果有聖經的話 大家可以翻開 或者看我的專頁 第一點我要分享的是 哈拿的困境是什麼 並且我們看他在失望當中 他如何去仰望他的上帝 我們先看他的家庭的結構 哈拿的丈夫叫以利加拿 剛才的經文也有提過 他有兩個妻子 一個就是哈拿 而另一個就是皮里娜 皮里娜就是有孩子 而哈拿就是沒有的 其實在當時的以色列社會 家庭的特色 其實也是鼓勵一夫一妻子的 丈夫專一愛他的妻子 其實是一個傳統 因為我們看到在聖經裡面 阿伯拉罕、伊撒、雅各 他們雖然也有納妾 但其實他們也是很專一的愛一個女子 但是伊利加拿為什麼要娶另一個妻子 皮里娜為妻呢 主要他就是想去傳宗接代 就是說希望有後人 因為哈拿在那個時候 是不能夠生產的 所以伊利加拿就立切了 但是聖經裡面記載 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去立切 通常家庭出現問題的機會 是很大的 我們看到阿伯拉罕取下甲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所以很快聖經就說到這個家庭 和哈拿所面對的掙扎是什麼 出事的地方 就是他們每年去獻祭的時候 聖經說這個家庭每年 都要去到士羅那裡 去敬拜耶和華 向他獻祭 而獻祭的時候 他就要分祭慾 伊利加拿就要把他的祭肉 分給他的妻子 和皮里娜 他所生的兒女 但是哈拿沒有妻子 但是伊利加拿仍然是分 雙份的祭肉給他 聖經說 因為他愛哈拿 在那個時候 以色列的家庭 每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到士羅 去敬拜耶和華 但是每年 本來是一家人 一個很歡樂的旅程 他是哈拿最痛苦的時候 這個就是他們出現問題的時候 因為這裡說 每逢獻祭的日子 伊利加拿將祭肉 分給他的妻子 皮里娜和皮里娜所生的兒女 就是說 有兒女的 是會按人頭 分多一份的祭肉 當然 這不是祭肉多還是少的問題 而是每年去到這個時間 就會突顯出哈拿不育 這個事實 不僅如此 如果我們看第六、第七節 他形容的處境 是很生動 好像我們看一些處境劇 就是說 他的對頭皮里娜 因為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 就常常惹他發怒 要令到他生氣 每年都是這樣 每當他去到耶和華殿的時候 皮里娜就這樣惹他發怒 以至他哭泣不可以吃飯 這個就是哈拿要面對困難和掙扎 而且每年都最需要經歷一次 然後你會想 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大失望的事情 你會看到經文那裡說 他的丈夫其實也很疼她 雖然她沒有辦法生育 但是她的丈夫仍然會分相份的祭肉給哈拿 就是說這個丈夫是不會因為哈拿的不育 而冷卻她 反而好像是加配的愛她 並且她會主動去疼哈拿 我們看到第八節 是一個很甜蜜的一段經文 他說哈拿 你為什麼要哭泣? 你為什麼不吃飯? 為什麼傷心難過? 有我 不是比有十個兒子更好嗎? 但是看一節經文 可能你真的不敢想像是出自聖經的記載 你好像在看一些愛情片的對白 很甜蜜地跟妻子說 其實我比兒子更重要 但是 人一句的話 對哈拿來說 其實是沒有那個作用 可能這些花言巧語 可能哄的妹妹還有用 但是對哈拿這些依靠神 她是很有主見 很有想法的女性來說 其實是不會讓她得到真正的安慰 可能哈拿心想 其實你說的話有什麼用 你不去娶那個女人 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已經沒有子女了 而且丈夫被人分了一半 她怎麼會開心呢? 所以我們看到這句話是落空的 因為哈拿對她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哈拿在她的失望中 人的甜言物語 甚至是丈夫的好說話 都不能讓她帶來真正的安慰 你看到她對丈夫的說話完全沒有回應 然後她帶著那份仇犯 去向上帝祷告 因為哈拿知道 唯有在神面前傾心套義的祈禱 才是真正的出路 這就是哈拿的敬虔生命的特質 以利加拿的說話是不能安慰她 因為我們看到經文是清楚地說 哈拿仍然是帶著那份仇犯 然後哈拿就選擇 以帶著這份仇犯 在神面前毫無保留 去揚聲祷告 將一切的痛苦 都交諾給神 並且在她的祷告當中 她更加向神許願 祈求神賜下一個兒子 她承諾會將一個兒子終生獻給耶和華 她的許願是這麼說的 十一節大家都看到 萬鈴之耶和華 你若誰顧你侍女的苦情 顧念不忘你的侍女 賜你的侍女一個子善 我必是她終生歸給耶和華 不用剃刀剃退的頭 弟兄姊妹 哈拿的經歷開始 我們看到她是要面對那份困難和那份掙扎 並且可能是上上受人的欺凌 但是在她的痛苦和失望當中 她是會以討告 將一切的受犯歸給神 去交託給上帝 這就成為哈拿人生可以逆轉的一個重要時刻 我們看到哈拿的祈禱 她沒有帶著那份驕傲 也沒有帶著那份埋怨 更加沒有將她 可能心裡有時候會有那種苦毒和老行 放在她的討告裡面 就是說祈求神去報仇 我們沒有看到她在討告裡面 有任何的苦毒和埋怨 反而哈拿的祈禱 是一個謙卑沒有隱藏的討告 這裡所說 她三次自稱自己是侍女 其實就是勞博的意思 表示她在神面前那份謙卑闖開的心 所以什麼是合神心意的祈禱 可能就要像哈拿一樣 在神面前毫無保留的隱藏 一種謙卑悔改的圖告 這就是哈拿所活出的信仰 她在困難失望當中 她是單單依靠這位上帝 這是我分享的第一點 然後我們再看經文 在一章十二到十八節 我們去看她的祈禱是如何成就 聖經這裡說 哈拿在我面前不住地祈禱 然後當時的祭司以禱 就注意到她的嘴 哈拿心中默土 只是嘴唇地動 聽不到她的聲音 因此以禱就以為她是喝醉 以禱就跟她說 你要醉到什麼時候 不要再喝酒了 甚至說 哈拿回答說 我主不是這樣的 我的心裡受苦的婦人 清酒裂酒我都沒有喝酒 我只是在喧嘩話面前 在傾心吐嚴 不要把你的事裡看為不正經的女子 因為我是極其難過和生氣 所以一直討告到如今 哈拿的祈禱 除了是真誠謙卑之外 她更加不只是說一次就算 她是在神面前不住地去討告 要將內心的感受 向神交託和抒發 但是 她這樣敬虔的祈禱 居然比當時的祭司以利 看為一個喝醉的表現 我們看到一個聖職人員 她錯誤判斷信徒的熟靈狀態 她是缺乏了一種敏銳的心和洞察力 這個也是當時這位大祭司以利的問題 所以神就興起撒母義來接替她 也是有一個原因 但是我們看到哈拿面對著這些質疑 她沒有去懷疑 也沒有去爭辯 她只是把心中的苦情分享出來 哪怕可能是前面這位祭司 可能根本就不明白 她心中的痛苦是怎樣 然後 十七節 這個是以利的回應 也是令人充滿了疑惑 以利就回答了 平平安地回去吧 願以利的神 允許你向他所求 充滿疑問的是 這個明顯只是當時其中一個 可能很慣用的祝福用語 就是說 願你平安 希望神回應你的祈禱 是一個當時以利人很常用 是一個送客的祝福的話 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究竟有沒有任何事情 令哈拿確定她會生孩子 在以利的回應當中 一個的印證 一個的笑頭也沒有 但是哈拿仍然可以說出這句話 就是十八節 她說 願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 於是婦人就上路去吃飯 念上不再帶著羞辱 我們可以看到 她的悲傷受苦 已經轉為不再受苦憂實 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哈拿會得著這個安慰呢? 我們看到以利的說話 我們不可以看為是一個帶著應許的回應 哈拿不是她的祖宗薩拉 可能有天使跟她說你會得子 也沒有人跟她說 上帝已經答應了你的祈禱 走一次 可能你們會去祈禱會 你們分享你的祈禱事項 然後有人跟你說 願你平安回家 願上帝是允許你所求 你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神已經答應了你的祈禱 所以哈拿可以得著安慰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一心尋求那位真正使人安慰的神 她不是因為知道自己的祈求 得著她的承諾 她才得著那份安慰 而在她向神的討告當中 她已經能夠藉著神的祈禱 她已經可以抹去她的仇禱 這就是哈拿的信心 就算她從未生子 她都仍然會被紀念 是因為她懂得在她生命中最痛苦煎熬的時候 她是單單去依靠這位的上帝 並且哈拿沒有因為未得著回應 反而去埋怨神 為何神不聽她的祈禱 所以是甚麼令哈拿的生命得著改變呢? 純粹就是禱告 不是因為禱告的果效 而是禱告本身已經成為了哈拿的真實安慰 我也曾經分享過 我很喜歡一首的詩歌 就是《生命聖詞》446首 《感謝神》這首的詩歌 在我索信的時候 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激勵和提醒 主要是第二句的歌詞 它說 感謝神討告忘英文 然後感謝神未蒙誰聽 這一句的說話很矛盾 但是它是提醒我 要凡事感恩 也是教導自己討告的目的 我們不是要動搖神去為自己做些甚麼事情 基督徒不是為了討告有果效才去祈禱 這不是我們討告的目的 如果我們為了有果效才去祈禱的心態 但是到頭來可能我們甚麼都得不到 我的家庭 我從小就會跟小朋友 從小到現在都是這樣 我們一個家庭 每天晚上都有家庭敬拜的時間 我們每天晚上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唱首詩歌 然後一起讀丁 再祈禱 有時候 晚上可能有些活動 晚了回來 但無論是怎樣疲累也好 我們一家人 總要有簡單的分享祈禱 我們才會去睡覺 我們不是為了要完成甚麼事情 不是為了要得著甚麼 也不是一個形式化的事情 而是希望把討告的生活 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 求甚麼討告的內容 有時候不是最重要 我們希望我們是一家人一同去學習 我們如何凡事把我們的生命裡 所有的事情交託給主 就好像哈拿那樣 學會去尋求那位能夠真正使人安慰的 我們的上帝 弟兄姐妹 這裡所說的是 討告本身就是那個目標 這就是基督信仰的特色 我們不會像外邦派偶像一樣 我們用盡錢 用盡一切的方法 讓我們討告的目標達成 神就是要求我們去依靠祂 去仰望祂 其他一切的事情 都會按祂的心意去聖聖 我們在哈拿的祈禱裡 我們看到就算祂在不確定當中 祂欣著這份信心 祂仍然有那份喜樂 不再憂愁 這就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事情 最後我們去看第三點 我們會去看哈拿的還原 祂在喜樂當中 祂沒有忘記到神的恩典 這就是我們剛才主席 幫我們讀那段經文 感謝神 上次不但抹去哈拿那份的仇負 更讓哈拿有一個兒子 在二十節那裡說 事後到了哈拿為人生了一個兒子 給他起名叫撒母義 並且說 這是我從耶穌話的求來的 剛才的經文告訴我們 不論有沒有孩子 哈拿已經在討告當中 彰顯了祂那份信心 和祂對神的依靠 上帝在哈拿得子之前 已經除去了祂的仇負 然而上帝仍然是刺下撒母義 我相信祂不是要滿足哈拿 我們從撒母義之後的人生裡 我們可以知道 上帝是要興起一個偉大的祭司 去接替而來 讓以色列人 可以從事師到獵王這個時代的轉接 能夠順利地交替 撒母義 我們知道 他就是高納蘇羅和高納大衛的事師 是以色列人最後的一位事師 當哈拿知道自己有兒子之後 我們看到他的心很堅定 他知道這個孩子是他許願得利的 是上帝治癒的 並不是自己所擁有的產業 所以他堅定要去還原 但這不是普通憲制的行動 而是按照他之前在上帝面前所立的願 要將撒母義終身獻給耶穫華 在那裡服侍他 剛才我們一起讀的經文 21到23節 一早就看到哈拿是完全想好了 他要等到孩子斷奶之後 就把這個孩子送去聖殿 在那裡一生服侍耶穫華 斷奶之後 這裏經文說 他就帶了一個孩子 並且連同三歲的公偶 一衣發世面一皮帶走 上士羅耶穫華的殿那裡 那時候孩子還笑 哈拿就說 我祈求為要得這個孩子 耶穫華已將我向他所求的賜給我 所以我將這個孩子獻給耶穫華 是他終身歸給耶穫華 斷奶的時候 大概就是一個小朋友三歲的日子 然後另一篇聖經 在撒母義的二章十九節 就說 他的母親每年都會為他做一件外婆 和丈夫上去獻年祭的時候 就帶給撒母義 他才能和撒母義短暫地享受天倫之路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捨得 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就要離開父母 並且這個孩子是得來不易的 這一點我和Tracy也有討論過 我們深信哈拿當時的心情 一定是帶著無限的不捨 甚至是很擔心 因為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他就要去聖殿服侍 也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欺負 特別是我們熟悉撒母義記的朋友都知道 當時以利祭司的兩個兒子 其實都是很麻煩的 為什麼不等到撒母義成年 才送他去聖殿 其實成年之後去服侍 都是一樣的 可能是很多的想法 只要我們細心墮入當中的處境思想 我們就會明白更多 就是說哈拿當時所做的決定 其實是並不容易的 但是哈拿在那一刻 他選擇活出那個真理的教導 在傳道書說 你向上帝許願 還願不可言辭 因他不起愈愈會人 你他的願應當償還 你許願不還 不如不許 這就是哈拿所活出的那份信仰 他在喜樂當中 他並沒有忘記到神那份恩典 可能在困難的當中 我們去依靠神 可能是比較容易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真的很需要神幫助我們 然後在神沒有回應我們的祈求的時候 我們仍然有一份喜樂 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可能我們會埋怨 為什麼神不聽我們的祈禱 但是當神回應你的禱告 你領受了神的恩典 但是你又懂得用你的生命去回應神 其實也是很困難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困難過後 我們可能會忘記神給我們的恩典 有一次我聽過一位姊妹的分享 就是說她有一位朋友 每次都是家庭出現問題才去找她 這位姊妹幫助她 為她祈禱 但是當事情解決之後 你便很難再找到這位朋友 今天 哈拿的故事 給我們一個提醒 就是她以禱告去活出她敬虔的生命 我們看到她在失望當中 她懂得去交託 她在人生不確定的時候 仍然有一份喜樂和平安 並且神回應了她禱告 她有那份喜樂的時候 她沒有去忘記神 將生命當中最寶貴的產業 她的兒子獻給上帝 是一個很美好的見證 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討論信仰的傳承 為什麼我會想跟大家分享哈拿的經歷? 因為我思前想後 我覺得哈拿的經歷是實用性最強的 就是說是我們弟兄姊妹可以跟得到 可以學習得到的 我們看到哈拿的一生 她沒有像經歷那些常人 很難見得到那些天使的報蒙 或者那些異仗 她也不是生在什麼大家族 她不是什麼祭司 在她後裔 也不像聖經所說的 那個薩拉、拉傑的家庭 是神特別所挑選的一個家庭 其實她的家庭在當時 是一個很普通的 以色列老百姓的家庭 生命中 也沒有經歷什麼的大喜大樂 其實套用到現實 就像你和我的家一樣 然而哈拿 她可以好好地活出她的信仰 甚至是培育出敬虔的後裔 我們看到她做了什麼的大事 其實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專一地去依靠神 並且實踐在她的討告生活當中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並且永遠都不會嫌太次的一件事情 就是行徹的討告 尋求神那份的安慰 在現今的世代 我們做基督徒的父母 我們會用盡我們各式各樣的方法 我們希望將我們的信仰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會參加很多的講座 用很多不同的教材 參加教育的活動 目的就是希望這份信仰可以傳承下去 這些事情是很有用 並不是沒有用的 如果我們有時間 我們應該盡量抽翁出色 但是在各式各樣的活動之下 一個恆久、堅持、忍耐的討告 才是這一切活動的根本 今天的孩子未必好像薩武爾那樣 可能是一生從小到大都不偏離 更多的是像我引言所提到的 古古斯丁那樣 可能從小就反叛 甚至是很聰明 到了他慢慢長大的時候 他就會懂得如何和你在信仰中辯論 去駁嘴 或者是很抗拒信仰的年輕人 所以 討告 好像哈拿那樣 不住地專注在神面前的祈禱 才是真正安慰的力量 也是我們相信 這樣去討告 也可以將我們的信仰傳承 給下一代 一個最基本的行動 這就是信仰成全的根本 這是我今天所分享的訊息 我們低調一個祈禱 七十天的上帝多謝你 你在你的話語裡 你不單是紀念一些做王的 一些生命經歷過很多不同 很多異象的人物 你在你的話語裡 是紀錄一些 可能跟我們身邊的人 很相似的一些小人物 原來我們在這些 跟我們很親近的人物身上 我們仍然知道 我們可以靠著他們 靠著他們的見證 我們可以經歷神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讓今天哈拿的故事 他生命的經歷 是可以成為我們的幫助 他如何用討告去活出他的信仰 他如何藉著這份討告 去將他的信仰傳承給他的兒子 求主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經歷你更深 並且懂得在討告當中 我們去下功夫 主,我知道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要傳承這份信仰 我們要經歷很多的掙扎 求主你幫助我們每一個的父母 我們在你面前 我們可能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阻攔的時候 我們不要灰心 主,你幫助他們 堅立這些父母 讓他們在你面前行深的討告 求主,你幫助他們 讓他們可以將這份信仰 傳給他們的下一代 多謝主,你 我們感恩討告 奉耶穌基督得聖之名祈禱 Amen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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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